所以在这个报告中我们发现在AI的成熟度上 高科技制造业是领先整个制造业群组的 所以接下来的专题演讲我们就要请友达数位科技 副总经理王守田来分享电子制造业在AI的实战经验 欢迎王副总 各位贵宾午安 我是很荣幸跟各位分享友达光电AI落地实战 先简单自我介绍 我是友达数位副总经理王守田 我在2004年入职友达光电 这几年来主要负责的是智慧制造 以及AI平台的推导 在今年的三月 转职友达的全资质公司 友达数位负责智慧制造解决方案的服务 友达成立迄今已经25年 我们目前在全球员工人数大概3万6千多人 长期以来我们致力于永续经营发展 也很荣幸能够连续10年 入旋到穷世界永续性指数成分股 友达以身后的面板研发为基础 在多项的基础上我们已经领先同业 而且也获得各大品牌客户的采用 同时我们也致力于前瞻显示技术的研发 包含像说4K的噴墨偶类 车用的MicroLED 展现我们跨领域的创新能量 因应产业的 面板产业的激烈竞争 友达的策略也从价值竞争 转换为 规模竞争转换为价值转型 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智慧制造服务的升级 来打造高弹性高品质的精准生产 不过过程中我们也面临了一些挑战 第一 友达有非常丰富的完整的世代线 从3.5代到8.5代 那可是这代表也是说 我们的制程非常的多元且复杂 因此我们很难再以员工的经验 来维持产品的均匀度 或者是两率 同时也很难以单一的一个单位 来负责整个智慧制造 或AI应用解决方案的 规划设计与导入 那第二个 面板的产品也越来越客制化 少量多样 而且生命周期也越来越短 所以你如何能够很快地训练出 有效的AI模型 以及维持AI模型的效度 是我们这个技术方案 是否能够被持续使用的一个关键 第三 友达在全球有13个生产基地 23个生产工厂 如何让成熟的解决方案 能够快速地平展 是效益极大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即使面对这样的挑战 友达在智慧制造的推进上 还是有非常亮眼的成绩 第一 在我们能力的效应上 对比我们的投入面积 以及全球能力的趋势 从2017年起 我们累积的生产 人员的生产力 提升了30% 那第二 以制造能力来讲 整个制造成本的改善 超过100亿 那在过程中 我们也培养出上百位 具有各领域人才的专家 好 那我以昨天早上 我捞取我们工厂的数据 来呈现一下 我们目前的导入状况 目前在工厂里面 总共大概有1600只的模型 在线上运行 那其中大概有4成8 可能是透过像电脑视觉 一些最佳化演算法 来协助人员做 像排程最佳化 询检 或者是瑕疵检测 来提升人员生产效率 那其中有大概3成8 是透过像数据分析 或者是机械学习的演算法 来预测我们的制程的结果 或是及时反馈我的生产参数 来提升我的产品制程的控制 那其中大概有一成 是透过像频率转换 机器学习演算法 来做异常诊断 或者是健康诊断 来提高我的设备预警保养 那一小部分是透过像NLP 来做像智能问答 或者是一些语音文字的转换 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在说明之前我想跟各位强调一点 就是智慧制造阶段规划的重要性 在友达的做法这边 我们分四个阶段 第一标准化 先透过流程梳理 来去除冗余的流程 断点 接下来再透过自动化 比如像AOI Robot Convair AGV 来提升生产效率 那接下来进行 生产讯息的数位化 作为智慧化的基底 那友达从2015年起 陆续布建了超过2万颗的传感器 大量的收集机台 以及环境的资讯 同时我们进行全面的 生产流程的数位化 来建置完整的资料商城 并且让资料商城的资料 可以对接到各个应用平台 或提供给个人分析使用 那等到AI技术成熟之后 友达已经有一个 很完整的资料架构 可以快速的应用于 各个AI的解决方案 顺利接轨智慧化的到来 那这边如同刚 接甲道 不好意思 没有标准化的自动化 你很容易会造成 你的建置成本过高 或是你的生产固化 你没办法去support弹性生产 而没有数位化的智慧化 你很容易面临 没有资料可用的窘境 这个是友达 这个发展过来的一个经验 那为了让友达的各个场域 都能够深耕应用AI的技术 友达采取的策略是全体动员 因此我们从2018年起 陆续派了超过400位 以及500位的同仁 分别参加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 技术专班 以及经理人班 学习AI技能 同时我们内部自己开立的 培训课程 也有超过大概6000人次的培训 那这些参加的同仁 我们并不局限于 IT的技术开发单位 而是各个部门的同仁 我们都派员参加 那我们的目标是 让这些有领域知识的同仁 能够结合AI的技术 去进行AI应用的落地 以及场域深化 而IT技术单位 它则负责平台的开发 以及针对一些关键的应用 去持续的技术的深化 那这边的平台 指的是一个环境 一个可以提供AI专案运作 所有资源的环境 像它会提供有开发环境 让同仁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 充分地运用可能软体 以及像CPU GPU的资源 进行程式开发模型训练 我们可以提供 提供一个订阅的机制 让同仁可以很轻易地 从资料商城取得分析的资料 那我们也会提供一个管理的方式 确保同仁在模型上线前 能够确认你模型的效度 提供你模型如果失效的时候 的retrain的全序 或是失效的时候的影响范围 跟备源机制 你必须通过审核 你才能够去做模型的上限 那我们的目标是 透过这样的平台 来达到AI模型的全过程管理 那同时也透过这样子的机制 来收集整个AI运行的状况 提供给使用者 或者是管理者相关的管理讯息 那除了提供一个平台 让各单位自行开发之外 IT开发单位也会针对几个关键应用 开发统一使用的训练 以及运行平台 那我这边举一个训练量测为例子 那我这边想改变的是 我目前抽减的模式 我可能50抽一 100抽一 那我再以这一个抽减的结果 来当作整个批次的结果 我们想把它调整为说 加工品的品质全减 我没有被抽到的 我就是用模型来预测 它的制成结果 那我们希望用到的目标是 我的品牌是可以很简便上手的 我的人人都可以快速地建立 虚拟量测的模型 所以在整个模型的 平台的设计上面 我们是以引导式的方式 搭配自动化的机器学习 以这样的方式来大幅减少 训练的时间跟能力 那同时 我们平台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它能够做到模型上线之后的 自我追踪跟自我调试 因为我刚刚提到 快速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能够持续维持模型的效度 是一个更重要的点 因为它才会让你的应用方式 应用技术持续被使用 所以在这个前提以下 我的平台就会去设计 像我怎么提供一个机制 让同仁很快速的可以去 确认我的变速差异 以及我提供另外的模型 来监控像我生产因素X 跟我量测特性Y的稳定性 那当我的变异过大的时候 系统就会自动触发 旅券的机制 以多个模型 来维持我AI系统的 预测准确度 好 那在落地的部分 我们这边友达内部 有一个所谓的AI market 类似我们所谓的友达严选 透过审核的成熟方案 我们才可以上架到这个平台 那我们的目的是让 可能跨场区跨部门的同仁 当他有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也有一个平台 一个社群 可以让他很快地去找到 已经有导入的一些 成熟的解决方案 进行导入 做到所谓的成功典范 快速移转 那相较于我刚刚提到的 统一的训练平台 这边的严选方案 就是由我们场端的同仁 自己去开发的 那几个应用这边 不好意思 这个好像直接跳出来 几个应用 我这边跟各位简单报告一下 检测维修 透过AI来做缺陷检测 或是在AI之后 搭一层AI的复检 透过AI复检来降低 整个AI的overkill 那第二个 安全管理 我去 像说环境的安全 我是不是有废水废气 一些的 我透过电脑视觉 来做这些侦测 或者是人员作业安全的管理 我是不是有做了一些 危险的动作 或者是我的穿着 是不是不够 按照SOP 那第三个是 所谓的品质监控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主要是去监控 制成的变异 以及我在人员的 组装动作上 是不是有一些 不合规的动作 那第四个设备预警 就我刚刚提到的 像异常侦测 健康诊断 或者是云民预估 我用模型来预估 我的机器的寿命 可能什么时候会出状况 那最后一个是 所谓的智能节能 我预测我的水 气 电 冰机 在什么样子的设定底下 我也能够有 比较好的节能效果 那这边的 严选方案 都是我们 各单位的同仑 自己开发的 所以相对于 我刚刚讲的 由IT统一开发的 训练平台 这一块 其实是比较能够 需要去做 场域深坏的 一个项目 那这也是 呼应到我一开始提到的 面板的制程 非常的多样 且复杂 只有这些 由领域的 领域知识的专家 来做推导 我们才有机会 去做平展落地 所以这些 由AI知识的领域专家 都是友达在做 AI推进 非常重要的人才 而人才是需要被 鼓励 需要有舞台的 那分享友达的做法 第一 我们从 台湾人工智慧学校 技术专班 毕业的同仁 他都必须集中于 一个AI的 专责单位一年 在这一年 他持续地做 AI的学习 以及专案的开发 第二 从2019年起 友达每年年初 都会举办 智慧制造展 透过智慧制造展 来展示 各场在智慧制造 以及AI应用的一些成果 同时我们会举办 内部的说明会 来让同仁分享 每个应用专案的 应用技术 第三 我们也从去年年起 开始举办 有达内部的 数位会客松 让同仁 组队来竞赛解题 所以透过成果展示的舞台 以及竞赛的奖励 来激发同仁 持续应用AI的 企图心 场域深耕 好 那有达在这一块 我们也绝对 不是闭门造居 我们也是很充分 结合外部的资源 那首先当然很感谢 台湾人工智慧学校 非常扎实的课程设计 那我们也跟学校单位 有蛮多的产学合作 来提高我们一些 关键技术的掌握度 那当然我们也应用了 外部公司一些 很成熟的技术 包含像 杰伦资论科技的 Automachine Learning 它也丰富的演算法 以及一些资料程序的维度 的确协助我们很快速的 解决了几个关键的议题 好 那我这边也简单介绍一下 有达数位 有达数位是有达光电 在今年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那我们的目标是将 有达这几年来 智慧制造的 人才 技术 产品 服务 向外输出 对外部公司提供服务 那后续的部分 我们也会在工业软件 跟AI平台上 跟杰伦资论科技 有更密切的结合 期望提供给客户 更有竞争力的 智慧制造解决方案 那我的说明到这 谢谢各位 好 谢谢王副总的分享 谢谢大家